Hello,各位大家好,欢迎来到天天听好书,我是你们的老朋友小冬 今天咱们继续金融投机史 讲讲1845年的铁路狂热,号称叫做黄金铁路 约瑟夫熊比特写道 创新是资本主义社会经济史上的杰出世事投资者 是资本主义发展中的先锋 一旦创新已经被普遍接受并产生稳定的回报 投机就会让位给投资 这里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区别 在于投资者更重视本金的安全以及收入的稳定 而不是资本收益 跟投机者不同 投资者首先关心的是当前的事态 即使预期未来 投资者也希望未来是现在的无缝延续 这个大家可以吸取一下 发明和新奇的东西 总让投机者兴奋不已 无论是17世纪90年代的潜水设备 消防车和防盗警银 还是1720年的机枪和涌动轮 都是投机者热衷于科技进步的早期例证 不过直到工业革命以前 能够吸引投机者关注的创新 要么用途有限 要么就是狂热期间匆匆抛出的骗局 然而从18世纪末期开始 交通和通信领域出现了非常多真正的创新 对社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首先是运河 接着是铁路 汽车 无线电 飞机 电脑 乃至于最近的互联网和区块链 投机者都对这些创新 给予了非常的热情 并对他们的成功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铁路在早期发明的时候 人们对它抱有非常强烈的反感和敌视 因为他们认为 铁路会造成很大的噪音和震动 有毒烟雾会杀死飞鸟 熏黑绵羊 等等等等 有各种各样的威胁 有留言甚至这样传道 高达15英里的食速 会让乘客分解成原子 大家现在听来笑笑话 但是在当时 直到1842年的夏天 年轻的维多利亚女王 首次乘坐火车出行 而人们也才逐渐的发现 临近铁路的土地 往往会升值 反对的声音变得越来越小 人们普遍地开始认为 铁路是史无前例的革命的进步 比起社会进步 人们更加强调铁路对文明造成的作用 有报纸乐观的断言 就获取信息和传播影响能力而言 我们的人生将变得长了一倍 我们有理由期待在不久的将来 整个世界将成为一个大家庭 说同一种语言 遵守同样的法律 在这种状态下工作 完全被铁路风潮 所吸引 狄更斯在董贝父子一书中 嘲笑了这种圣经 无论是任何地方 所有的东西都被冠以铁路二字 而1845年进入铁路狂热期 几乎每周都有新开办的铁路报刊 铁路大王赫德森 是那个时候把实业和股价 结合起来的代表之一 他通过各种方法降低成本 比如雇佣眼神不好的老司机等等 他能用更高的价码 去并购竞争对手 并给股东更多的分红 那个时候 对于他用公司本金支付红利的时候 那就是明摆着有内幕交易 是他的股东们都没有任何的反对 股东们沉浸在狂喜的气氛当中 铁路是他们信仰的新宗教 然后这个赫德森呢 就是他们的救世主 到了1844年末呢 英国经济形势前景被大众所看好 利率处于一个世纪以来的最低点 农业连年的丰收 玉米供应充足 且价格非常便宜 铁路的建造成本也能够逐渐的下降 而铁路收入则是迅速的增长 三大铁路公司的分红都高达10% 是当时利率的4倍 公众对铁路革命的兴趣越来越大 市场上出现大量的铁路公司用户 诱导公众的招呼广告 其标准内容包括临时委员会名单 和一段自吹自擂的文字 而且绝大多数情况下 都承诺了至少10%的年中分红 如果认购成功了 委员会给自己和朋友们留下大部分股票 而只拿少数到市场上进行发售 从而人为的制造出 供求不平衡的这种局面 来压空之前做空的投机者 新上市的铁路公司会有铁路报纸 为他们进行了大肆的吹捧 然后所有的经纪人都帮着抬价 一旦股票溢价交易 创办者就会抛掉手上的保留的这些股票 来获得巨大的收益 有些公司甚至成立了专门的股票委员会 来确保这些操作得以成功 咱这儿插几句这种跳脱的内容 跟现在有关系 去年银保监会主席郭树青 曾经在一次会议上提示大伙 关于非法集资的风险 郭树青说 在打击非法集资的这个过程里 要努力通过多种方式 让韭菜们认识到 高收益意味着高风险 收益率超过6% 你就得打个问号 超过8% 就意味着危险 超过10%呢 朋友 你就要做好准备 损失全部的本金 一旦发现承诺高回报理财产品 就要相互提醒 积极举报 让庞氏骗局无所遁形 OK 跳脱的内容到这儿结束 咱们继续回到1845年 当时许多创办者只关心自己的利益 一个人可能兼任很多铁路公司的委员 甚至同时代表互为竞争对手的不同的计划 有的时候那些委员甚至是虚构的人 虚构了令人尊敬的头衔和地位 当时英国议会意识到了这种投机热潮的问题 然而指出问题非常能容易 解决问题却非常的难 当时铁路股票暴涨 很多时候仅仅是转手认购凭证 便可以获利百分之五百五倍 然而随着铁路修建的展开 铁路公司开始推销股票认购的余款 以筹集资金 到了10月初 为了应付催缴 投机者不得不减少持股 股价因此开始下滑 认购凭证的溢价开始蒸发 股市中出现了铁路雪崩的传言 坏消息顺着铁路迅速的从伦敦 传到了各地的交易所 致使这些市场 立刻就陷入了瘫痪 股市已经从从前的空前活跃 变成了近乎绝望的萧条 不稳定的反常上涨 所激发的亢奋 在这里也变成了极度的怀疑和不信任 1996年初 美国出现了互联网的狂恶 多么似曾相识的场面 人们的生活 被互联网图书 互联网电影 互联网展览 这正像是铁路狂潮刺激的铁路报刊 当年在英国的发展一样 那个时候 互联网在美国 也催生了数十家全国性的期刊 其中有一些专门关注互联网的投资 跟铁路公司不同 新兴的互联网公司只需要很少的资本来进行投资 但相同的是 他们都走向了泡沫 并最终把泡沫引爆 等待着韭菜们的是最后的一地鸡毛 OK 这就是本期的天天听好处 我是你们的老朋友小冬 欢迎大家评论点赞和转发 咱们下期见 Bye